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楚国灭亡后的种种丑态 不过是他掩饰自身 躲避灾祸的手段罢了 刘产在诸葛亮死后 为何能掌权三十多年 在位期间国家稳定 始终没有出现权臣 为何楚国灭亡后又能安稳渡我余止 许多打赎都结合历史讲了许多精彩观点 今天我换个角度 从诸葛亮对刘产的教育方式来谈谈这个问题 刘备临终之际 将刘产照到身边 告诉刘产 朕开始不过是拉肚子 病情不怎么严重 可后来病情严重 引发其他的病症 现在大概已经没有痊愈的可能了吧 不过古人就说 年过五十不算夭折 朕已经六十多了 没有什么遗憾的 只是不放心你们兄弟几个 之前 诸葛丞相曾经来信告诉朕 说太子很聪明 有气量 远远超过期盼 如果你真的能够如丞相所说 那朕也就没什么担忧的了 你要好好努力了 勿以个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是有如此 才能够让众人臣服 做一个好君王 之后 刘备提到了对刘产的教育问题 先是说了自己的态度 你父亲我福德宝 你不必效仿我 你寻常是可以读读汉术 医记 前侠时可以看看朱子学说 以及六套 商君术 可以增加你的智慧 然后提到了朱可亮的教育观念 听说丞相在百王之中 亲手为你抄袭了申子 韩妃子 管子 六套几种书 让人给你带过来 可惜半路上丢失了 你可以再求丞相给你一份 之后 刘备又叫来其他几个儿子 交代他们 在自己死后 你们兄弟都要像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丞相 好好辅佐丞相 对于朱可亮开的这个书单 历代有不少学者有不同意见 在儒家学者看来 君主治理天下 自然应当以仁义为主 应该多看看五经之类的典籍 向刘备就告诉刘产 应该多读读汉书 理解 现在 我们常认为历代史册中 写的最好的是史记 其实 在古代正统学人看来 汉书的成就要大于史记 而其中最让人称道的则是对道德礼仪的尊崇 史记则有着浓重的个人情感色彩 一些人批评史记魏邦书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李济则是五经之中介绍各种礼仪最全面的著作 是古代帝王的帝读书 六涛相传是西州江子牙所作 专门讲述排兵布阵 调兵遣将之道 《商军书》则是法家代表商章的作品 强调以言行郡法来治理国家 作为君王 身在乱世 一方面要讲求礼仪 收揽人心 另一方面却也必须讲求兵士 在战场上取胜 而驾驭部下 管理天下 又需要推行法 至 应该说 刘备给刘产推荐的书目很全面 相对诸葛亮推荐的书目则有些偏激 诸葛亮没有推荐汉书 李济 而添加了法家代表作申子 韩非子管子的作品 申子看重外表与实际的区别 韩非子看重以法治国 以术欲甲 管子则宣扬权衡利弊 进取退让以维系权力的平衡 一些学者对诸葛亮开的这个书单大家赞赏 宋代的学者唐庚就认为 历代君王拨乱反正 都要有很好的智谋权术 后主刘产 乃是平庸软弱的君主 以仁义教导 只会加重刘产的缺点 所以刘备也希望刘产多看看讲究兵法军事的六套讲究法治的商军书 只不过诸葛亮更切实际 针对刘产的弱想 加重法家思想的教育 让刘产多懂得一些权谋之术 对那些空谈仁义的俘如 唐庚表示不屑遗骨 刘产也能在诸葛亮去世之后 掌控鼠汉政权三十余年 诸葛亮教育的效果也算不错 更多精彩品历史 期待关注微信公众号 叶芝秋读书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剧文组